葛先生买的房子在萧山新岳锦麟府小区 单价3万左右 明年6月交付 当时买房的时候 有考虑要不要买车位吗 然后这个时候销售就跟我说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这个车位是首开是最低价 因为它车位原价是31万 负一楼的我买的是负一楼的 然后他当时给承诺一个2万元的优惠 然后到了29万 葛先生说当时销售承诺 车位价格首开最低 他交钱买了一个 最近业主群里有人反映 开发商又卖了一批车位 价格比之前的低 11月11号左右的时候 他就在宣传有一个零元起拍的活动 我现在目前了解到的 就是我们有一共有14个成交的车位价格 负一楼的价格最低到了23万 然后相当于直接降了6万元的价格 然后我们现在来相当于来找开发商要一个说法 葛先生提供了活动的宣传文案 说是14个车位全部零元起拍 葛先生说他了解到这些车位的实际成交价格 大多在21万到25万之间 有业主找到了开发商的销售 对方回复 确实说过首开最低 但这次是搞活动 车位不会整体降价卖的 葛先生觉得这是变相降价 我理解就是他在跟我玩文字游戏 就是原价多少多少 原价比如说原价31万 现在可以优惠 比如说31万 现在是23万吗 他直接优惠8万元 记者陪同葛先生找到售楼处 门口站着一排西装革履的工作人员 说是不让进 能不能跟你们领导互动一下 我们再能够等一会 你先汇报一下 对啊 因为我们也是第三方嘛 对不对 只是想搭一个桥梁 帮你们调解一下 看这个事情大概是什么情况 你们里面正在搞活动是吧 对 你们这也不说话不干嘛 刚才你们说话不理直气装的吗 这么回忆不带呀 那我进就行吧 他们不进我能进吧 你没权力拦我吧 你有什么权力 我推你说你别推我才对吧 对吧 你别 两个项目 哎 我请问你 我们业主进那里为什么不能进 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 对吧 你们有什么权力拦我们呢 是的呀 我们是业主 对 我们是业主 有什么权力拦我们我想知道 这个大哥你还拍我 我啥都没动啊 拍我 我也啥都没动啊 对吧 我们也没动啊 叫你的领导出来跟我们谈 思细 思细不了 思细难道只要体决的了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目前在售的是另一个项目 关于业主们提出的车位问题 公司会安排人员电话恢复 然后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发言人 去对接的 开发商是一个开发商 你们现在在售另外一个盘 对啊 对 但是不是一个项目 所以就是我们后面反正会有专门的一个发言人去对接的 后来 新月锦林府的一位李经理联系了记者 三十亿的一个促销活动 它是针对所有业主都可以参与的 然后是零元起拍 然后所有拍得的价格都是由业主他们自我竞价的 所以说这个价格并不是由我们开发范围控制 等于是给到业主的一个福利和一个回馈 然后一共的话我们拿出了19个次位来进行拍卖 并没有其他的降价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 我们会跟之前业主解释这本次就是一次促销活动 没有其他的一些相对应的一些降价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这个就是按照有些业主他理解 这个可能还是变相的降价 商品房的一个买卖和促销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不能因为我们进行了一个促销活动 促销我们的降价 葛先生表示接下来他们会继续找开发商沟通 同时会考虑走法律途径维权 邀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